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念群 我们明白,不管是疫情期间或者是疫情后 现代女性无不需要为家庭和事业复苏更多 因此,在希望蓝图当中 我们提出了数项有关于女性和小孩权益的行动防律 所以一旦西蒙执政 第一,提供育儿补贴 生而育理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西蒙为B40和N40的职与女性提供更多的育儿补贴 其二,大马女性海外产子将自动获得公民权 疫情期间反映了许多法律以及制度上不完善之处 许多父母在疫情期间为了小孩的公民权奔波劳碌 我们将修改联邦宪法第14条挂胡一挂胡一条文 让大马女性在海外出世的孩子也能够自动获得公民权 落实男女平等 第三,消除月经贫穷 全球约有五亿的女性和女童 无法获得基本的经期用品以及卫生设施 遗憾的是,同样的非剧也发生在马来西亚家庭 如若西蒙执政 我们将在小学以及中学 为有需要的女孩提供免费的经期用品 第四,废除同婚 西蒙政府曾在2020年1月 推出了2025年废除同婚国家战略 计划在五年内逐步废除同婚 我们坚信女孩不是新娘 我们将延续一切废除同婚的努力 第五,马来西亚儿童发育迟缓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每个小孩出世的前三年 是大脑发育的黄金时期 然而许多低收入家庭 却无法为小孩提供均衡的营养 因此,我们将为每个新生儿父母提供现金福利 潜入他们的银行户口 第六,目前 我国社会福利局官员与小孩的比例是1比100 根本无法有效地处理未成年人所面对的问题 我们希望能将社会福利局官员的人数增加到1500人 让官员与小孩的人数增加这1比30 西蒙并不完美 但对比起国阵以及国盟 我们有信心 更有决心 以及政策 来更有效地保障女性和孩童人的权利 11月19日 投西蒙 我们一定能 我们下期再见